10號的石孝榮 打擊輪到鄧志文 鄧志文今天的首次的打擊 打了一個阻礙的飛球被接殺 最近是連續六場比賽有上了 連兩場有安打 也是在本季 眾多新人當中 鄧志文算是比較強眼的一位 野手的部分 我打出了個信心 有時候要鑑定這些信心 還是要有教練團的支援 孔一世代目前的 這種面對老將跟新秀的一些 訓練跟對應的模式 實際上如果用一句俏皮話來講 就是老將看成績 新秀靠累積 也就是老將呢 也不用去管他什麼訓練量 反正成績彈出來 打得好就繼續上 新秀的部分當然就要累積更多的練習量 跟比賽的經驗 那當然鄧志文這部分 當然就是新秀靠累積了 就平常練的量也都有 這一球打得相當的結實在中 右外野方向的飛球 上去囉 喔齁 對阿伯來破掉了 一定全力打出現 我這補中導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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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練得也是閃閃發亮 擋都擋不住 鄧志文本季的第五紅 目前也要升到全力打排行榜 跟高活慶並列第一 哇這個球一打出去就知道不妙 一方面是優愛也用順風 剛好能越過全力打的大牆 對這個球掌握得不錯 不用順風的幫忙 他應該也是照樣修正全力打 這個打出去力道跟仰角都漂亮 而且鄧志文的全力打 其實跟他的前輩高位姓不一樣 高位姓是比較平的 他是打的高度仰角比較大的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當然今天順風打高的他是 對他來講更有利 對 而且這個球在外角 一被他扛出去了 這才厲害 所以揮棒的軌跡算起來還蠻大的 哇 換掉那樣 沒錯 這時候在開判動作的同時 也換投了這個球 剛好是 也是從外角硬拉 好 好